大家好 从这节开始里面 我们开始进入装配的环节 在这节内容里面 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 在你的零件设计好之后 我们如何用常规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装配 如何修改装配环境下的零部件 装配约束 以及我们如何来创建装配的不同表达 在之前呢我们介绍过 装配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模板的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 它的这个后缀呢 是.iam 那么 在默认的情况下我们这里面有两个 后缀为iam的这个文件 那个文件模板 第一个的standard 这个是标准的这个装配 模板 那么还有一个叫 这个 它的后缀也是.iam 那么它表示的是这个焊接键 那么这个呢我们通常是使用这个 来构建一个这个普通的这种装配 好 我们可以单击它 然后确定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这个装 装配文件 在我们的这个装配环境里面啊 它跟我们的这个 之前讲到的这个零件 环境呢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说 那个工具面板 不同 再一个就是浏览器 跟那个零件环境不同 在浏览器里面 我们说到它这个浏览器里面 它显示的是构成这个零件的这个特征数 那么在装备环境里面呢 浏览器里面是构成这个装配的这个模型数 也就是说在这个下面的这些节点 都是构成这个装配的这个零件 或者说部件 它的子部件 对于引文特来讲呢 我们把零部件放进来之后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说要根据这些零部件之间的这个配合关系 然后把它约束到 限制这些零部件在空间中的这个自由度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了解一下如何通过约束工具 将不同的零件装配到一起 那我们这个例子呢 非常简单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 这张图只有四个零件 那么这个左右两边的这个这个侧面的纸板 它是同样的零件 好我们切换到这个软件里面来 现在呢我们已经已经那个 刚才建好了一个这个装配文件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我们需要装配的这个零件呢 给它放置进来 在我们这个工具面板的左边点击这个放置 那我们在这个这个放置里面呢 我们可以放置一个零件也可以放置一个装配 都可以的 如果放置一个装配的话 那么这个装配成为我们现在这个部件的这个子子部件 首先呢我们放进来一个这个底板 如果要结束放置的话 如果你要继续放置你可以单击左键 然后它就可以放置第二个 如果结束放置的话 右键点击完毕 或者说直接按着那个键盘上的ESC键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第一个放置进来的呢 我们用鼠标左键按着它 拖动 那么发现就是它是移不动的 并且呢在我们那个鼠标箭头的这个旁边呢 有一个这个图钉的这个标识 在浏览器的这个位置呢 也有一个图钉的标识 那我们单击右键 你可以看到这个菜单里面 它有一个固定的属性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放置进来的这个呃 零件也好 部件也好 那么它是具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属性 我们没办法移动它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其他的后续掉进来的这个零零零部件呢 呃 它的装配可以以我们第一个掉进来的这个零部件 作为为基准 那也许有的人会有这个疑惑 我点击这个移动的时候 这不是可以移动吗 啊 那我们现在移动的 通过这个平移移动的 移动的是整个这个视图 啊 而移动的不是这个零件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放置其他的这个零件 那么其他零件呢 刚才我们放这个是放着一个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按键盘的那个shiftshift的键 那个我们可以选择多个对象 然后一起把它把它掉进来 就是两个三个或者多个都可以一次性把它掉进来 呃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还是这个一个个个的来掉啊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 侧面的这个纸板 给它放置进来 好 单击鼠标左键就可以放置 这个一个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鼠标左键仍然是一个有一个半透明的这个零件 如果我们再单击左键呢 它可以放置第二个 依次依次类推可以放置第三个第四个 那么如果你不需要再继续放置了 那你可以右键完毕 或者说按着键盘的asc键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插入一个对象的时候 可以重复来进行放置 然后就是多个对象 好 再单击放置 放置第三个对象 前面我们说到 第一个放件的零件呢 它是不能够被拓动的 它具有固定的属性 那么后面放下的零件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任意来 来来来移动的 它具有任意的这个自由度 那我们在装备里面呢 给它添加约束实际上 也就是限制我们这个零件的这个自由度 那我们最常用的工具就是这个 约束工具 我们单击这个约束工具呢 在弹出这个对象框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种的约束类型 我们先来看 这个第一种配合 那我需要将 这两个对象 来进行这个约束 我可以单击这个配合 选择这个表面 然后呢 再选择我们这个底板的这个 侧面的表面 好 那么这个配合呢 它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 呃 那在我们选择这个 呃 平面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有一个有一个法向的方向 就是向外 那么 这个方向如果是同向 那么 它表示的是表面起平 如果是逆向的话呢 它表示的是配合 啊 那我们这样说起来 比较这个 拗口 那实际上我们自己实际操作一下 应该这个这个这个方向问题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对吧 好 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当然应该选择这个 配合 应用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选择这个 这个表面 好 注意这个箭头 沿这个平面向外 然后呢 我们可以旋转一下 然后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 底板 那么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 旋转起来觉得比较别扭 也没关系 你可以直接放到这个上面来选 然后 如果是 2012 以前的版本呢 这边应该会有一个 左右的箭头 你可以通过那个箭头来切换 你选择哪个对象 那么如果是2012的版本呢 你可以直接按下 下拉箭头 它会 它会 来切换 你到底要选择哪个平面 我要选择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是低平面 当然在这里面呢 我们应该 使用这个 七平 那我们的这个 配合类型 它是不是能够 设置 如果它们之间有这个间距 我们是不是能够设置 它的这个间 间距的大小呢 没有问题啊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偏移量 它就是干这个事的 选择 这个 表面 再选择这个表面 好 反正这两个箭头是同向的 它是这个表面起平 然后我们可以输入一个这个偏移量 12 应用一下 我们再来移动它 这个在鼠标的 右侧 它就会有一个这个禁止的按钮 因为它已经被全约束了 已经限制了它在三个方向的这个自由度 因为全约束 所以说它不能够被移动 但是这个它是可以被移动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装配这个零件 有的人呢 刚开始可能对这个方向问题 还有一点点糊涂 还有人呢说我的零件比较复杂 那么我选面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不好选 那我是不是可以将我要装配的这个零件 先调整到一个大概合适的这个角度呢 没问题 那我们在这个工具面板上 在这个位置 这一栏 里面有 有一个叫移动和旋转 就是干这个事的 移动呢 它跟我们 鼠标左键 按着它移动 大概是差不多的 选择它 移动 旋转呢 你看看 它旋转的是一个局部的这个对象 而并不是旋转的那个 我们这个整个整个视图 我大概把它调整到 这样一个位置 好 然后呢 我再来对它进行这个 约束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就很清晰了 是吧 首先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选择 这个内表面 在我们现在这个角度 看起来是它的那个内表面 我们可以把它旋转过来 进行这个选择 你也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这种方法 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 等它谈 等它有一个旋停 旋停的一两秒钟 它会弹出一个这个 切换的这个 按钮 2 我们就可以选到这个内表面 对吧 对 对 然后呢 我们再选择 这个表面 它明显是应该用第一种这种方式 配合的方式 是吧 应用 然后 第二个约束 看一下 这应该是用起屏 因为两个箭头的同像 看到没有 好 我们填了两个约束之后 我们来用手标左键拖着它 可以看到它只能够 左右移 而不能够往其他的方向这个移动 因为呢 在其他方向已经被约束了 好 我们继续来添加这个约束 仍然是这个起屏 好 more呢 偏移量是0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12 好 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选择的时候呢 就是 你给它这个12 它有可能跑到 右边来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没关系 它是可以来支持这个负数的 你可以给它一个这个负12 因为 这个方向问题呢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有 刚开始会有 有一点点糊涂 搞不清楚 没关系 你可以那个给它一个负12 它就会到那边去 而我现在这个12是正确的 就是正负它也代表 代表这个方向啊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添加了这个 第二个这个对象 好 我们添加完之后呢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浏览器里面 有什么变化 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当我们把它这个 打开的时候 把这个节点给它展开 我们看到下面 有很多这个 这个配合的这个节点 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添加的这个 约束 好 那么这些配合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进行修改 没有问题啊 就如果你 你你你选择错了 比方说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对象 就我们最后操作的这个对象 你可以编辑它 哎 如果说我刚才这个偏移量 错了是吧 我可以把它改成 6毫米 没有问题 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刚才这个 方向错了 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在这边来切换 还有的 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的这个 对象都选择错了 是吧 你可以来重新进行这个 重新进行选择 这 这都没有问题 此外呢 这里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里边零部件比较多的话 是吧 那么时间长了 你在打开的时候 你想修改它 你忘了 你忘了这个 零件 它是跟谁去配合的 你可以 单击这个 约束 然后右键 这里边有一个 另一半 对吧 好 哎 我们看到什么变化 在浏览器里面 这个 也被展开了 也就是说 它的另一半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零件 它是跟这个零件来 来配合的 并且呢 它的约束 另一半在这里 好 那 这两个是什么 这两个什么 这两个实际上就是说 是同一个约束 它实际上是同一个约束 在我们不同节点下的这个映射 啊 我们来修改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个约束呢 将来可能会要 需要修改 你想对它这个 呃 单独的这个注释下 那么你也可以 将它的这个 名称给它改一下 我可以给它起一个名称 叫这个 好 我们发现什么问题 哎 不但这个名称改了 然后呢 我们下面这个名称也改了 好 那就证明它 它们两个是同样一个约束 因此呢 你来修改这个约束 和修改修改这个 那么效果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是同一个 它是 它是同一个约束 在不同节点下的这个映射 好 通过这部分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 在这个浏览器的这个节点下面呢 来修改我们已经添加好的这个约束 好 那么 那么到这里呢 有人可能可能会 可能会问 我这两个零件是 既然是一样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来通过这个镜像 然后把这个镜像过来 那我们就先暂时把它删除掉 那么在工具面上 我们已经看到了 有一个这个镜像工具 对不对 好 那么镜像的话 它可以 首先得有一个这个镜像平面 因此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零件下面给它建一个这个中间平面 那我们如果 如何来建这个中间平面呢 我们首先要要把它激活 右键 编辑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双击 双击它 也可以啊 那么现在就已经 已经我激活了这个底板这个零件 也就是现在已经进入到零件的这个环境里边来了 单击这个平面 好 这样我们就很快建立了一个这个平面 然后返回到这个 我们的装配环境里边 我们使用这个镜像工具 然后呢 镜像谁呢 我们镜像它 镜像这个零件 镜像平面是谁 好 这里 好 那这里它有有有几个不同的这个图标 啊 你看这个 那这个绿色的这个图标呢 它表示的是这个引用 对吧 那么那么它就会创建一个新的对象 就是一个新的零件 你可以单击下一步 看 这边它会创建一个新的零件 并且呢 给它给它 要给它 你可以给它起一个名称 只是这个新的零件呢 跟它 外形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这个 后面这个图标 哎 那么它呢 是这个重用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现在 我现在 要镜像的这个对象呢 跟原来是一模一样 好 这个用哪个呢 对我们的结果呢 都不会造成 太大的影响 好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重用 然后呢 确定 哎 到这里呢 我们一看 镜像果然可以 是吧 那我们就 用镜像 岂不是会更方便 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 首先呢 我们看看这个零件 我们在浏览器里面 把它点开 点开 我们可以可以看到 在它的这个节点下面 并没有任何东西 对吧 但是在我们前面这个节点下面 哎 它是有有这个配合的 有三个约束 在这下没有约束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约束啊 并不能够镜像过来 也就是 我们鼠标左键按着它不放 看看 可以把它移动 哎 如果你给它镜像过来之后呢 没问题 但是呢 你还要给它再来添加这个 约束 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也就是我们这种镜像的话 就就就失去了它的这个这个意义 对吧 那这实际上呢 也是我们 那个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很容易 那个 遇到的一个一个错误 就是说我们可能 有时候图成事儿 镜像过来了以后 把一大堆东西镜像过来 然后后来发现 不小心 这个东西 这个零部件的全部散架了 那就是因为它实际上 镜像过来的东西 它是没有这个 没有约束的 因此呢 在 一般情况下 我也不建议大家来使用这个 镜像工具 就是在装配环节里面 这个镜像工具 就是说如果你使用了 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一定不要忘了 要给它重新来添加这个 呃 约束 那么有一种情况呢 我们是不需要给它重新添加约束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 这个零部件 啊 它是一个相对 固定的这个关系 并且呢 你你这个已经成型了 尺寸也不会再修改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 怎么样呢 右键 或者在浏览器里面 右键 给它添加一个 固定 好 哎 这样就好了 这样它也已经不动 对吧 当然这种 这种做法呢 只能说是 我 已经成型了 这个以后 不会再修改 不会再发生变更了 啊 这种情况 你可以这么来使用 将它固定住 他们之间也没有相对运动的情况下 好 因为你如果一旦修改 那么因为这个零件是固定的 你一旦修改了 那么他们之间 这个关系肯定就是不正确了 好 我可以再重新将它这个约束一下 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 这个装配第三个这个零件 那我首先也可以 把它旋转到这个 一个大概合适的这个位置 好 然后把它移动过来 从我们刚才的这个PPT的这个视图上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 这块上面这个板呢 它 它与 我们这个孔是同轴的 并且呢 跟那个底面乘25度角 那么首先呢 我可以为它来添加这个同轴 那我们这个同轴 如果是同轴 它需不需要那个 需不需要给它创建一个轴呢 在零件里面创建一个轴呢 答案是不需要啊 那么同轴是用哪个名 哪个工具呢 仍然是使用这个配合工具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这个 哎 选择它那个圆弧面 我们把它选择圆弧面 它实际上就已经有一个这个 虚拟的这个这个轴出来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选择这个圆弧面 哎 注意的时候我们再这样选择 千万不能选择错 因为如果我们选择 这样点的话 我看到它选择到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圆边的这个中心 中心点 好 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圆弧面 啊 有的时候呢 你有的时候你可能放了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哎 都因为这个对象太小 你可能选不中 没关系 你就可以等着它 等着它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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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工具出来 出来之后呢 你在下拉下拉这个列表里边 哎 你可以看 你可以选择二 这样是选择到了轴 是吧 那 那再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在那个2012以前的版本 它是左右左右按钮啊 跟我们刚才那个下拉列表 有一点点不同 好 之后我们应用一下 可以看到 现在我给它添加了一个同轴的 这个 这个 约束之后 它现在只能 沿着这个轴 来进行这个 移动 就是我们如果鼠要 左键 拖动它的话 好 然后呢 我再来添加约束 还是使用这个配合 好 应用一下 这样 这样就好 是吧 那刚才我添加了两个这个 两个约束 一个是这个同轴 一个是这个表表面 表面配合 然后 就是 我将这个 这块板 然后 约束到我们这两个 这板的这个这个 这个上面 那么实际上 在刚才我们的这个操作里面啊 那么它有一个更更更更简单 直接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这个 点开 把这两个配合给它删掉 把这两个约束给它删掉 嗯 这样它又是 任意自由度了 就没有任何约束了 好 然后呢 点击约束 那么刚才我们使用的是哪个来 使用这个配合这个约束 那么实际上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插入约束 那么这个插入约束呢 它 对于这个 嗯 就是 轴类的这个 零部件 或者说那种 嗯 比方说这个螺旋螺旋接啊 是吧 或者说那个 电圈啊之类的 这种装配呢 非常那个有 非常非常有用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插入约束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 这个圆边啊 圆边 然后呢 再选择这个圆边啊 你选择这个和选择这个里边 这个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那个 这个这个本身它也是一个对称的关系 好 选择里边这个圆边啊 注意现在我现在选的是圆边不是圆面 好 这样的话 应用一下 哎 它也能得到我刚才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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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也就是说我刚才我通过两个步骤是吧 添加两个约束 那么现在我只添加了一个约束 就就达到了刚才的这个效果 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 把这个给它删掉 选择插入约束 这种类型 选择圆边 当然这个圆边呢 你任何一个同性圆都可以 内圆也可以 外圆也可以 都没问题啊 然后选择这个外圆 圆边 然后呢 我再选择 就会选择这里边吧 选择他呢 他表示什么 他表示说 他他会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 这两个圆 就是我现在选择这两个圆对象 他们要保持这个同性的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选择这两个圆所在的平面 他们是共面的 在偏移量为零的情况下 他们是共面的 如果 如果这个偏移 如果偏移量不为零 那么他们是 就是这两个圆 分别守在的平面 它是平行的 他要保证这两个这个 保证这两个条件 用一下 当然了 这个插入约束 他也有一个这个方向 一个是这个反向 对齐 这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添加这个 这个约束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这个约束类型 角度 我们应该约束 上面这块板跟底板的这个角 夹角呢 是这个25度 对吧 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角度 这个这个类型 然后呢 选择第一种方式 然后选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底面 选择这个上面面 对吧 然后给他一个角度 25度 诶 用一下 就好了 现在他就已经被这个 全约束了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角度里边呢 诶 他也有一个也有不同的这种这种方方式 也有一个叫什么定向角度 未定向角度 还有这种参考矢量 那么后面这两 我们前面用的是这个定向角度 那么 后面这两个干什么呢 那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们认为这个角度呢 它是有有有方向的 呃 但是呢 这个方向呢 在我们这个静态的这个结果里面呢 也不太能够 说的清楚 等我们后面 讲了这个 讲了这个 驱动约束以后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可以琢磨一下 就这两个角度 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 下面呢 我们回到这个PPT里边 再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内容 进行一些这个回顾和补充 好 我们来看 这个 首先是这个配合 可以是两个零件的面贴合平齐 和按照指定的距离平行 哎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操作 那么其他的呢 可以使一个零件的这个线 跟另外一个零件的这个面 那实际上 他的一个话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 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可以让线跟面来进行配合 这个呢 也可以是点 跟线配合 或者面配合 呃 也就是两个线 是吧 进行配合 然后这个是两个点 也可以来进行这个配合 那么包括角度也是一样 这个 那么他们我们 我觉得这个总结起来呢 可以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配合命令的时候 和角度命令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对象 因为我们刚才选择的全部是面 实际上我们选择对象就是说 它不局限于是选这个面 那你也可以是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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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我们选这个面 然后整个面 点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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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样都没有问题 是吧 我们 那个 再回到这个软件里面来 来大概的这个 大概的来操作一下 首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 两个 把它的两个约束给它删除掉 我们现在不选面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可以选择这个线 这样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线 它指的线就可以是棱边 或者说这个轴都可以 然后应用一下 发现什么呢 它是这个线 跟这个面的这个配合 好那如果我们选择这个线 跟线 好应用一下 你看是不是 它这两个是共线的 对吧 还有这个 可以选择这个 这个 这个点 中心点 对吧 好 跟这个 中心点 或者说跟这个面都没问题 你现在中心点 这两个点 它也可以配合 无论 它是这个两个点 是同合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它可以有多种方式 不一定局限于这个面 到这里我们还有一些 约束类型没有提到 比如说相切 运动 过渡 那么这些那个约束类型呢 我们会在下一节 驱动约束动画的 这个讲解里面 专门来讲解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那个 看一下 在一个装配里面 如何来设置它 不同的状态 和表达 我们还是切换到这个软件里面来 打开这个 Alberpress的这个装配 在这个装配里面呢 首先 我们可以指定任何一个这个零部件 然后呢 为它指定一个这个颜色 我们也可以呢 通过这个 旋转的命令 把它切换到这个 任意的角度 对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能够保存这个 不同的颜色方案呢 那我是不是能够 就是将某一个特定的这个角度 把它保存下来呢 就是即使我 移动到了这个 不同的角度 然后我能 可以 还能恢复到原来那个角度 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这么来处理 那我们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这个对下面有个节点 叫表达 我们把它点开 点开 下面呢 它有三个这个字节点 一个是视图 一个位置 那我们刚才所谈到这个问题呢 就属于这个视图 这个节点 那么首先呢 我们可以在视图的这个节点下面呢 新建 来 新建一个视图方式 那么 当然这个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为它进行这个重命名 好 建好了之后 然后我可以 来 修改 它的颜色 我修改为这个 黄色 然后呢 将 这个文件修改成 蓝色 好 除了之外呢 我还可以 一个这个 给它调整的一个这个特定的一个角度 之后呢 我们把它切换到这个默认的这个 这个表达 哎 我们激活默认表达之后呢 我们看这个颜色跟这个 跟我们这个视角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再把它切换回来 哎 它始终是这个样子 即使我将它 旋转到这个其他的这个状 任意状态 再切换回来 它始终是我们现在所观察的这个角度 那我们再来再来再来新建一个 我们可以将它修改为这个颜色 之后呢 除了我们这个角度以外啊 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将 我们可以在这单击这个右键 或者说在浏览器里面单击右键 然后呢 在可见性这一栏 把它可见性给它关闭掉 这个菜单没完全显示出来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分别激活不同的这个视图方案 看一看 哎 这原始的是这个样子 一是这个样子 二是这个样子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刚才在使用的这个可见性 这条可见性呢 只是说我们在视图里面 把它的这个显示给它关闭掉 但是这个零件呢 并没有删除掉 它仍然在我们的这个内存里面 与之对应的呢 还有一个 属性叫做抑制 那么这个抑制呢 就相当于是就是把它给删除掉了 那么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视图切换到主要 我们看看这个 第三个这个节点 叫详细等级 那么在详细等级下面呢 它提供了这个默认的这种四种方式 第一种主要 主要就是所有的这个 是所有的这种详细等级 所有的零件都都加载 那么 下面有一个叫所有的零部件 然后全部一致 我们可以激活这个零件看一看 零件已经找不着了 我们在这里面呢 可以看到 它这里面有一个 在每个名称下面都打了一个横杠 就相当于是把它删除掉了 那么这个呢 相当于是 不佳的这些零件 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Windows里面 把某一个文件放到这个回复站里面 但是呢 它是可以恢复的 比如说 我们将 将这个零件 然后呢 给它抑制掉 好 那么 我们也可以通过 这个地方来解除抑制 这边还有一个 所有零件于一致 上面这个是零部件于一致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子节点 那么它是一致所有的零件 但是它不一致子部件 那么这个呢 是所有的那个零件和子部件 全部一致 这是它的区别 另外第四个呢 还有一个资源中心零件 那么资源中心零件 就是我 我现在可以把它理解成 这个标准件库 就是说 从标准件库里面 掉进来的 那个 这个螺栓啊 这个电圈啊 这些 这些 这些文件 那么他们会被移植 那我们下面这些 有一些被人件 但是呢 你 你移植之后呢 这些不起作用 那是因为那个 呃 是因为我们 这个模型呢 是打包过来的 它现在已经 已经不是那个 纯粹的 我们这个 跟我们的那个 资源中心呢 已经失去了 这个联系啊 好 那在详细等级下面呢 我们也可以来 新建一个 这个详细等级 好 在新建详细等级上面 我们可以任意的 来进行选择 比方说 我们将 将这个 这个对象 移植 移植 这两个微线 移植掉 那我们刚才说了 移植呢 就等同于不加载 那么不加载了呢 它就不会占用 那个系统的 这个资源和内存 因此呢 这个详细等级 经常会用在 我们做这个 大装配的 的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 在这个装配里面呢 在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装配里面 抑制到 就是我们 暂时不需要了 这个东西 可以做几个详细等级 然后根据 你当前所要做的工作 然后切换 不同的详细等级 那除此之外呢 在我们详细等级下面呢 它还有一个 叫新建替换 可以衍生部件 也就是说 它可以用一个 零件 一个就是相似的零件 来代替这个部件 这个是 还有一个包裤面提取 可以提取它的这个表面 那么这些 那么这些 这些方案呢 都是用在这个 做大装配 上面的 在现阶段呢 我们就暂时不做 这个深入的了解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位置 位置的这种表达 那么前面我们在讲这个 视图的时候 说到就是我们可以将不同的 这个角度 是吧 视图 视角 然后颜色 然后可见性 给它保存起来 那么 但是我们保存的只是角度 那我能不能像这种运动机构 我能不能保存它 就是不同的这种运动状态 也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用这个位置来做 那么现在呢 我目前的这个模型 它已经做了两个这个 两个位置表达 我们可以看一下 Closed 哎 有什么变化 然后我们再单击这个 Open的 哎 哎 他们是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角度的 那么这个 它要怎么来做呢 我们同样是可以这个 新建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位置 位置表达 那我们只需找到这个 相关的这个约束 比如说能够控制 它位置的这个约束 就是它的这个角度约束 我们找到这个角度约束以后呢 在右键弹出菜单里面有一个替代 在这个替代里面 我们可以给它 给它另外一个这个值 位置表达 是位置一 对吧 然后给它另外一个值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比如说 15度 应用 OK 之后我们再来看 Open Close 然后呢 这个位置也 15度 是吧 我们可以交到 上面的地 在中间的位置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讲了一些这个约束工具 和这个在专门环境下的这个不同表达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做一些练习 然后呢 那个熟练这应用这些工具